很久很久以前村子裡住著一對老夫婦 他們十分恩愛著彼此 卻還是很渴望有個小孩可以和他們作伴 有天奶奶到河邊洗衣服的時候 河裡竟然飄來了一顆大西瓜 嗯?這不是陶太郎的故事嗎? 不好意思這是我貼的西瓜 發現河裡竟然飄來了一顆大桃子 好大的桃子啊 於是老奶奶就把桃子撿回家了 怎麼有這個桃子啊? 我從河裡撈到的 正當奶奶要切開的時候 桃子突然爆炸了 為什麼會爆炸啊? 桃子裡蹦出了一個男孩 Death is like a wind always by my side 欸...那你那誰搞怪怪 於是快樂瘋男 啊不是 桃太郎轉眼間就長大了 啊?那是 當時村子裡常常有妖怪來搞破壞 讓村民們不得安寧啊 妖怪來了!大家很快跑! 大家快跑! 展開展開! 你的鬼越越駕到啦! 哈哈! 欸欸親鬼你不要這樣啊 好醜的鬼啊 你說什麼啊? 懼怕我吧! 喔喔喔喔!是蘿蔔 救命啊! 妖怪欣賦露出可怕的邪笑 朝著村民 在家開始亂噴漆 嘿嘿嘿 但是結束啊! 由於噴漆都噴得很醜 村民不堪其擾 淘太郎決定自告費用打倒妖怪 好讓村子重回安寧 夜夜奶奶 我決定要去打倒妖怪了 那趕快去吧 晚餐自己吃一吃再回來啊 喂!不是要擔心一下嗎? 好啦!那我幫你準備飯團帶去吃啊 夜夜奶奶 我一定會打倒妖怪平安回來的 啊!不用回來也沒關係 家裡換錢都快不夠啦 就這樣 淘太郎帶著飯團出發了 走著走著 沒想到在路上竟然遇到了一隻超可愛的狗狗 啊!挖挖挖! 給我一個飯團 我就陪你去打倒妖怪囉 呃不要 啊!等等 你不給我飯團 我還要彈很丟 沒有沒關係 啊!挖挖挖! 給我飯團! 給我飯團! 於是 狗狗就和淘太郎一起去打妖怪了 走著走著 遇到了一隻猴子 呃... 請問你 河色要去 河西方 呃... 橘... 欸!你是不是找錯棚了 正式 你要不要和我一同前往呢 蛤?原來走錯棚的是我嗎 三人一同前行 遇到了另一隻動物 嗨!小金之 欸!我是鳥啦! 看不出來嗎? 蛤? 呃...我給你飯團 陪我去打妖怪好不好 我才不要亂飯團耶 嘿! 蛤? 一起去打倒妖怪吧 嘿嘿嘿 就這樣 淘太郎一行人 坐船前往妖怪島 呃...在這裡就是鬼島嗎 看...看起來好可怕喔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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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聲音 你們來這裡幹嘛 我...我...我...我要...我...打...打...打敗你 蛤?為什麼要打敗我 對啊!為什麼? 呃...因為你們在村子亂噴漆啊 對...對啦!因為你們在村子亂噴漆啊 抱歉了!我不噴啦! 欸!這麼簡單嗎? 啊...那收工...收工 我要叫你們全部驅逐 一個都不留驅逐再見 我是說手拍的台詞 有意思!那就放馬過來吧! 蛤?你們這樣為什麼要幫我... 誰比...幫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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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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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強了!這...怎麼辦? 不用擔心小雞汁 因為我已經覺醒了 什麼...什麼? 萬劫! 那你真的會被告啊 哈哈哈哈! 看我的!月牙籤啊! 就剩你啦!小笨鳥! 有什麼意願嗎? 飯糰就不都給你們 放過我好不好? 啊?為什麼你有這麼多飯糰? 友善時光打七折啊! 不買都不行啊! 嗯!成交! 就這樣! 陶太郎一行人 用友善時光的飯糰收買了妖怪們 村子又恢復了和平 他們還獲得一個寶箱 真是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啊! 啊 爺爺奶奶我回來了 那你怎麼還是回來了? 啊我帶娃娃給嗎? 嘿嘿!一起來看寶箱吧! 嘿嘿! 嗯...好像拿錯寶箱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加訂閱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感谢观看